大家好 我是Stan 一拆拆拆拆 再问起吗 辛苦你 excuse me 等红编一时的女团AOA 实际上将要面临解散了 2020年1月1号 FNC娱乐发出声明表示 女成员尤娜的专属合约到期 谢谢8年来以歌手演员的努力活动 希望大家对于尤娜新的出发 给予姻缘与支持 尤娜也在爱琪发出了手写信 向粉丝们告知了此事 AOA是2012年以8人组合出道的女团 但是在2016年尤姜退团 2017年Chua退团 2019年米娜退团 2020年队长启明退团 加上今年的尤娜退团 一开始以8位成员出道的AOA 现在只剩下 海将、草莲、Chammy三位成员了 然后因为去年米娜爆料的一连串事件 导致AOA的形象现在在韩国真的是非常不好 更何况 草莲现在正在拍TDN的电视剧 而Chammy跟海将两个人也是在个别活动 所以很多媒体网友们也都认为 实际上很难会以三人体制的AOA继续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主唱都出去了 只是没有正式发表而已 不就是解散了吗 早点出去找自己的出路也是好事 FNC又不是会一起帮忙的公司 所以能告诉我们 一个团体的队长是有多重要的组合 辛苦了 又是主唱又能做资作曲 也能做歌舞剧的成员 应该会成功的 Tune等结束后以为会走花路 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希望云南以后的个人发展 也能有很好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9岁女孩逃亡事件的最新后续 大家还记得这个事件吗 就是肌腹亲母把9岁女孩 用铁链绑在阳台的那个事件 目前这位9岁女孩 因为拒绝进入儿童保护设施 所以就去了过去两年 有照顾自己的委托父母的家 然后在2020年12月18号 韩国法院判了继父6年 亲母三年的有期徒刑 对了 这亲母才三年的理由是因为 法院接纳了亲母提出的 自己有精神分裂症 身心脆弱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牛年 跟牛一样非常努力 出道13年每年都会出专辑的 这位就是 Shiny Temi 2008年 以Shiny Mane成员出道的Temi 在2008年发表了 Nunanomyebo Sansogatno Amigo 2009年 Julia Lindindo 2010年 Lucy Paul Hello 2011年发表了4张日本新狗专辑 2012年 Shirlo 3张日本新狗专辑 2013年 Dream Girl Wasoshi Everybody 3张日本新狗专辑 1张正规专辑 2014年 A4日本新狗专辑 正规专辑 各一张 2015年 Old Eye Married to Music 两张日本新狗专辑 2016年 Press Your Number One of One Tell Me What To Do Temi首张日本索罗专辑 下一年日本正规专辑一张 Single专辑两张 2017年 Mubu 下一年日本正规专辑 Temi日本迷你专辑 2018年 下一年韩国正规专辑 1P1 Terry Doga I Want You Ni Ga Nangyo Do Mai Temi日本索罗专辑 2019年 Want Famous 日本第三张迷你专辑 SuperM 美国出道 2020年 SuperM首张正规专辑 Solo第三张正规专辑 2Kids Criminal Idea 在这里还有个更惊人的事实 在韩国以南来都出道13年次的Temi 还没有到 需要当兵的年龄 希望我们大家今年也能跟Temi一样 过得这么努力 活得这么充实 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